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佛秘法是连生活佛将秘教的精髓融会贯通之后 所集结而成的一套最精药的秘教修持法门 也是最适合现代人修持的法门 到底真佛秘法的新药有哪些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始 像我们这个真佛秘法里面是因为 师尊本身把所有的这个秘教里面的东西 要把它融会 融会起来 把它融会贯通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一日一修啊 所一日多修的这种功课 其中当然也包含了 像他这个守护 披甲护身 那就是我们的披甲护身 这个花菩提心 就是四无量心文 然后呢 共之身 就是供养 然后呢 就是佛 菩萨 金刚的礼境 最后有一个咒啊 你看他最后这个咒 这个是我们所没有的 观想毕如则那 字姓 摩 字 这个头上想 不动佛 字姓 哈 字 这个哈 字啊 在顶 不动佛 在顶 这个毕如则那 佛 在心 那两边都围绕着这个光慢 围绕着 围绕着这个光慢 然后送来一个咒 Om ソッ パワ スッ ダ Sawa タ マ ソッ パワ スッ ダ 这个咒哦 这个咒我多出几个字来了 他反而这个咒字反而少 其实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咒 叫做光空咒 光空咒就是 Om ソッ パワ スッ ダ サ ワ サワT к Doh マ Soppawa スッ ダ サワ タアマ ソッ パワ スッ ダ サワ タアマ Soppawa スッ パワ ツット サワ サワ 这个咒语就是光空咒 这个咒为什么可以自信清净 因为这个咒语本身就是一切化为空 不管你所有的业全部通通化为空 大家想一想 你自身的不管你善业恶业 什么阴言什么 这个通通都化为空 那不是最清净的 其实世界上什么最清净呢 悉空最清净 想一想是不是悉空最清净 所以你懂得把一切化为空 这个空皱一显现出来 一切通通自信清净 自信清净 一切清净 什么通通变成清净了 最后的我们不要看 他才去刷牙 去扫视佛堂 其实扫视佛堂应该起来 你就要刷牙 然后去扫视佛堂 然后你再去进到里面 他再来要谈的 就是要洗澡的 洗澡他有很多方法的 我受不了 我看到当然洗澡 还要节衣 还要颂咒 还要大小便也要 什么都要 看着打开 你知道当一个密教行者 真的是不简单的以前 但是他们像这种方式的修行 可以讲就是喇嘛 那个喇嘛 他一早起来 他只有每天就是修法 每天就是修法 然后修法跟修法当中 就是要工作 这试坛法当中的时间 全部都要工作 按照我们所知道的 真正在西藏的这些大寺庙里面 三大寺 六大寺里面 真正在做事情的出家人很多 他们在工作 差不多好像一个寺里面 只要一千人的话 一千个人 每天在做这些杂物工作的 差不多有 按照他讲 差不多有八百个人 在做一些事情 接待宾客 做一些事情 杂物 一切事 剩下的只有 真正在修行 只有两百个喇嘛 只有两百个 差不多真正在修行的 比较少 像这样子的都属于 就是说 真正在修行的那些喇嘛 才做这种事情 其他的 他们还是要做杂物的 好像出去买菜 这个撒扫 这个整理庙物 接待外宾 做总务 做这些事情的 这些喇嘛很多 那么实修的这些喇嘛 比较少 在西藏的地方 像他们讲 这些三大事六大事 一样都是这样子的 那这是早起的 他们的功课 所以我每一个 我都会讲 咒语我都要念 手印都要结给你们看 每一个 但是大家只做参考 因为也可以讲 这个真火密法 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东西 已经融会贯通 而且我们的手印 就比较容易 更容易清楚明白 像我们做供养的手印 我们结供养的手印 他这里面就没有 我们有结供养的手印 我们有这个活堪 那么有菩萨 有金刚合掌 有结供养手印 有披甲附身 其实应该还要包含 那十五亮星 花菩提心 因为你的回向里面 也是一样有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如佛度一切 就跟佛做的工作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个已经很清楚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同的时空背景 不同的自然环境 会衍生出不同的风俗与民情 西藏未处高原 天气寒冷缺水 也因此洗澡对藏人而言 就是一件非常难得而重要的事了 因此在西藏人的沐浴法当中 规矩特别的多 而在真佛秘法的遗轨当中 真佛行者在沐浴的时候 该如何观修呢 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聆听 连生活佛的开示 秘中道赤地广论 今天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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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大家讲 这是西藏人的木浴法 不是我们现代人的木浴法 不同 你按照这个西藏人的木浴法去做的话 很多规矩 他木浴的地点也不同 他是在河川 这个河流的地方 那他会做很多的手印 会念很多的咒 那我们现代人呢 现在有几个人在水沟里面洗澡 根本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时间上 跟空间上的一种差距 西藏人的地方 他这个像高原地方很冷 所以他们是可能一个礼拜洗一次 就算很勤快的 半个月洗一次是很平常 一个月洗一次是正常 所以他们洗一次找他们很多的时间呢 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可能一年才洗一次吧 所以他做的功课特别多 很吓人的 那他主要呢 洗澡以前还要做结界 为什么洗澡做结界呢 你们不要以为说有人偷看 其实不是有人偷看 洗澡做结界也是做一种防复 他洗澡的时候 还顺便他还要供养三宝 用那个水来做供养 用那个水还要来洒净 还要供养三宝 还要洒净 还要他洗的有规矩 先从手开始洗 再来洗身体 再来洗头 洗澡他有很多规矩 还要念咒 还要加持 还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给你们参考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真佛秘法里面 有洗澡的时候 要不要做防复 需不需要 上厕所需不需要 事实上我们现代人的家庭 不用出外去沐浴 他这个是出外去沐浴 去洗澡 我们在自己家里面 平时就已经做了结界 也做了洒净 你要做特别的话 你要洗澡以前 做个披甲附身 你甚至可以做观想沐浴 也可以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再谈一下 你就知道 你真佛行者 要怎么样子在洗澡以前 做结界 做防复 做这些 这个事先的这些措施 现在跟大家讲 真佛行者如何做木翼 其实这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讲 对不对 但平时你在谈成呢 就已经做结界 我们做结界 是用这个大白散盖 可以做结界 以前我在这个书里面也谈过 好像你用手指 先观想 先做观想 观想这个谈成正中央主尊 放出白光上升 成为一个散盖 很漂亮 很漂亮一个散盖 像大白散盖一样那种散盖 那么这个散盖上升以后呢 就观想自己的房子 在这个散盖底下 不但自己的谈成在散盖底下 连自己的房子都在散盖底下 你做索印 这个时候你做索印 大白散盖 活母索印 然后做观想 谈成主尊 放白光 凝结一个散盖 盖住你的房子 盖住你的房子 当然是盖住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难道是在房子外面吗 就是在房子里面 已经包含了意识里面做结界的 然后念咒 念什么咒呢 大白散盖 活母 肩甲咒 很好记的 这个咒也很好念的 Hom 妈妈 Hom 索哈 这中间是妈妈 怎么会不好记呢 你看妈妈也是咒语 为什么妈妈会是咒语呢 这个就守护你嘛 你妈妈难道不护作你吗 天底下谁护作你的 一定是你妈妈嘛 所以一定要念妈妈嘛 Hom 妈妈 Hom 索哈 大白散盖活母的肩甲咒 就是这么简单的 念108遍 这个使这个 散盖 变成肩甲 那么守护你这栋房子 就等于守护你的这个浴室 那么我们已经做结界了 对不对 好像这个浴室早就有做结界 你假如不放心 你可以每天做一次结界 那么再来呢 你就做 你要到洗澡以前 你就 弹一个手指 表示说我要洗澡 里面的可以出来 我要进去 这个就是意识了 等一下 这情里面的出来 我要进去了 那么进去里面呢 你要沐浴以前 你可以做披甲护身 披甲护身我们常做的 Om 波兰哲利 你可以念七遍 然后守护自己 已经做了守护了 然后进去里面 这个水 叫淋水 在西藏那个水啊 很珍贵 所以他用这个洗澡的水来做撒净 又来做供养三宝 他也供养三宝 不是你洗过了以后才供养三宝 还没有洗以前 你就先供养三宝啊 做撒净 等你洗过以后再来供养三宝 但是我们不用呢 我们不用这个做撒净 供养三宝 那个水 就直接就这样下来 你假如是说 想要说说 你洗澡的时候 也在消除自己业障 你可以把水 观想 这个本尊在西空之中 那么 本尊做莲 那莲上有莲金 有那个莲金垂下来 那莲金里面有滑水 冲出来 白色的光照你的身体 那你念本尊咒语 合掌念本尊咒语就好 或者你观想 这个莲花童子 你念七遍二十一遍 都可以 那个把自己的业障 就观想 从脚底下 黑色的流掉 这个沐浴的时候 你观想 那个水变成白光 冲你前身 那你念咒 念完了 这个观想 这个黑色的 这个黑叶 从排水管流掉 这个就很好 你ør意证 horas 有点怪我 很高兴 秘密的 多有其他小的 在股票面上 也正好 这优优独集 已经顺利了 这优独集 被盖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里面 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北中观堂的四连乐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连乐金刚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请教上师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上师为我们开始谈到了 在修法当中的阵型里面 我们要先做月轮观 那么在月轮观观好了之后呢 下一个阶段要进行到 做什么样的一个修法 是的 那么我们在上周提到 在月轮观的修法里面呢 我们就观想本尊已经显现在虚空之中了 那么当智慧本尊显现在虚空之中的时候 这智慧本尊呢 就是我们在这一坛修法的本尊 那么如果我们修四家型法 我们就以金刚萨豆为智慧本尊 如果我们修上师相应法 就以根本上师 临身活佛为升起虚空的智慧本尊 如果我们修本尊法 那么我们修任何一尊的本尊呢 我们就把这一尊本尊观想在虚空之中 那么当本尊已经升起在虚空之中的时候 那么接着很重要的一个观想就是三光加倍的观想 三光加倍连身活佛的开示 是将我们世俗凡夫的身口意 转化为根本上师的身口意 转化为本尊的身口意 那么这个三光加倍怎么观想呢 三光加倍我们就观想升起在虚空中的智慧本尊 它的天心放射出一个强烈的白光 在白光之中呢 显现了种子字翁字 翁字以及非常强烈的白光 由智慧本尊的天心 射向行者的天心 那么我们的天心不是在这个表面上 我们的天心呢是在我们的头脑的内部 也就是大脑当中左脑右脑的一个中间 松果体大概是这个位置啦 就是由智慧本尊的天心放射出一道强烈的白光 那么射向我们的天心 那么我们就观想我们的天心就安立了一个翁字 白色的明点 那么这个白光呢非常非常强烈的 这个射向由我们的天心射向整个十方法界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观想 那么第二个观想呢 就观想虚空中的智慧本尊的喉轮 显现了一个红色的阿字 放射出强烈的红光 由虚空中射向我们的喉轮 那么我们也观想我们的喉轮 也显现了红色的阿字 以及一道非常强烈的红光 如红色的火球一样啊 红色的太阳一样 放射出非常强烈的红光 那么这个观想呢 就是我们的口清净 把我们今世及累世一切的口艺 全部净化了 那么再来第三个观想 就观想虚空中智慧本尊的心轮 显现蓝色的home字 由虚空中放射出强烈的蓝光 射向我们的心轮 于是我们的心轮呢 也显现了一个蓝色的home字 在我们心轮的八叶连台之上 那么观想这个home字 放射出很强烈的蓝光 就像蓝色的太阳一样 为什么我用太阳来形容呢 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太阳的光是非常强烈的 越强烈的光呢 越充满了强烈的能量 所以呢当我们心轮呢 显现蓝色的home字 放射出强烈的蓝光的时候 那么我们今世 极累世一切的异业清净 所以天心是白色的光 喉轮是红色的光 心轮是蓝色的光 那么在这个三个光的加持之下 这时候行者的身口意 自然呢就会慢慢的 得到智慧本尊的加持 慢慢的变成智慧本尊的身口意 这个就是三光加倍的观想 那么所以呢 密教的修行呢 为什么叫素极道 我们在显教的修法里面呢 我们研读了很多的经典 但是呢 当我们自身的能量场 没有经过转化跟进化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个世俗凡夫生 所以呢我们对于经典 对于佛法的智慧了解的再怎么样的透彻 有时候我们的无名烦恼 还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 那么密教的修法 为什么叫素极道 就是让我们迅速可以得到成就的一个修持法门 就是源自于我们跟智慧本尊 跟佛菩萨的能量是一直不断的在交流的 在这个交流的非常强烈而光明的能量当中呢 我们的磁场呢 就慢慢的脱离世俗凡夫的磁场 那么这个就是三光加倍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哦 了解了 这也难怪是说 常常听到有人说 他非常喜欢做三光加倍 他觉得三光加倍的时候 让他觉得整个人很欢喜 原来是因为凡夫很多的烦恼 在这时候你的能量场被净化 是 没错 本尊加持 所以做久其实应该会智慧也会升起 是的 非常谢谢连岳金刚上师 今天给我们的开解 让我们了解到三光加倍这么的重要 也这么样的珍贵 是 非常感恩是连岳金刚上师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我们要送您全新第六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次的感恩 试连岳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